盜明銀行預測 本國平均流價在未來幾年甚至會走下坡 直到2015年經濟全面復甦才會好轉 即使是反彈 平均屋價每年也只會升2%左右 基本上同通脹持平 這個增長速度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最緩慢的 在過去10年 本國平均流價以每年7%的速度增長 盜明銀行說 收緊按揭條例只是導致房家放緩的部分原因 其他原因還包括人口老化 適度的人口增長 經濟復甦慢 還有潛在的利率升高的危險等